我要幹嘛喔 意外 真香 今天剛臨到的佛魔死亡 超香 Open 佛魔死亡 前兩天就一直有看到有人在開箱 可是呢 我一直不敢去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 嗯...要自己親身體驗這種感覺 才會爽 那我們來繼續開箱吧 嘿,我是迷迷大熊Marchbear 沒有錯,今天要來開箱的呢 就是 食王 最終形態 馮魔死亡 他只有在開頭 然後以及中間出現了一小段 然後 在最後一集呢 就是大變身 然後打敗最終魔王 這一隻的造型我真的還蠻愛的 就是 他的最終形態兩個嘛 一個就是神主牌造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馮魔死亡造型 兩個造型都是還蠻喜歡的 而且看一下這個盒子 這個質感 深黑色 有種霧面的感覺 然後 他這個呢 彩色的地方呢 感覺還蠻突出的 就是一個很霸氣的馮魔死亡造型 而且他有把他2068給標出來喔 後面呢 是他的那個姿勢的 照片 對 展示圖 然後來打開他吧 Open Open 大家都說他是大變金 恩 希望他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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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喔喔喔喔 他長得好帥 等一下本體也太帥了吧 喔 他的金真的比較暗沉了一點 可是看得到嗎 他的雕線跟他的那個 哇 他雕刻真的好細喔 這也太美了吧 哇 他這個雕魚燒 真的很美這個雕魚燒 雕線啊 然後各個 哇 這雕魚燒也太棒 他這裡 這個 腰帶這個 是軟的耶 感覺應該比較不會卡到可動 然後我有聽人家講 喔喔對沒有錯 他的這個 時鐘 是可以轉的 現在時間 這個時間應該是 9點 9點15分 超級預料之中的 錶頭沒有任何的顏色 OK 這已經放棄了 因為這系列全部都是這樣 先把他塑膠塊 塑膠片給拆掉 太帥了吧 腰線什麼的也太棒了吧 我們看一下腳踝的可動 嗯 腳踝左右 比較能夠偏右 啊對阿 人也只能偏右 偏左就會 就會翻轉 膝蓋呢 喔 我們來看一下石王有沒有二段4 好我已經有點忘了 因為石王他開的時候有點久 喔對阿 一樣是二段4 也是一樣可以往上凹到這邊 沒有錯是一樣的 然後大家都說肩膀這裡 OK 沒有錯 嘿嘿嘿嘿 這樣給 到這邊就卡住了 因為這裡 這一塊會把可動整個卡死了 哇 這一塊 到這邊就 給住了 只能夠用轉動的方式 來讓他手往上抬 等一次就完全不能平舉了 完全平不了 再下去我覺得應該關節會不會有凹斷 TOMTOMTOM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手 走 走 也是大概到這邊 也是到金色這一塊 也不知道的地方 腰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腰好了 他的吸睛真的是 好先讓他往上吧 變毛耶 我不太容易讓他腰 因為我怕會把他凹斷 喔喔喔喔 一樣一樣跟石王一樣 就是可以這樣子凹著腰 可是要凹的時候要注意這個 腰帶整個 腰帶不能拔 好的 腰帶不能拔 對 這個等一下呢 就會用那個旋轉台來展示一下他的 各種姿勢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各種可動 以及凹來凹去之類的吧 不過這細節真的超棒的耶 好值得收 他可動沒有那麼高 可是他這個細節太棒了吧 這個金色雖然 嗯 腰帶這個金很不可取 腰帶這個金好像不太 顏色不太對 可是因為他是 不知道是不是軟膠的關係 所以他金才會變成這種金 要不其實 腰帶這種 質感的這種 嗯 普通金嗎 這個金其實很漂亮耶 不會那麼討人厭耶 就 算是一種還蠻 內斂喔 有一種內斂感 然後不俗氣 然後 嗯 好啦我已經不想再講出什麼奇異國外形容詞了 反正就是還蠻漂亮的金色了 他的這個金配上這個黑色 真的是 顏色真的好棒喔 YOU STILL 然後這個刻度這裡 哇 這個整個刻線都有做出來耶 錶頭感覺很容易掉 我先不要裝好了 反正他已經有鯛魚燒 釣魚燒就很好看了 這裡沒有東西沒差 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釣一下釣一下釣一下 就可以召喚出其他假面奇色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不重要 嘿嘿嘿嘿 他們手型是給了一些 還蠻實用的 幾乎都是張開的手 這應該是那個 握錶頭的手 這個手 這個紋路都叼得那麼漂亮 我真的覺得他如果出那個 Groundo The Old的話 應該那個神主牌 應該他上面的雕坑都會超美的 真的是照網路上的一些人講 就是 他握住的時候 手指是可以敲到這個 就是按鈕上面 而且因為他手是軟的 所以他拿東西的時候還蠻好拿的 而且這一隻的身形比 石王 真的 好很多就是 身形真的有皮套的感覺 不會有這種過瘦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的姿勢擺起來感覺上是比較自然 隨便這樣放著站的都很好看 就不會有那種就是 歪斜啊 或者是姿勢不太多的狀況 只是缺點就是 他這個腰帶 如果你在擺一些其他姿勢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不夠自然 就是 他沒辦法就是 隨在身上之類 因為他這裡就會有空洞跑出來 這是一個小缺點啦 不過因為他的雕竟很漂亮 所以我就略過他了 呵呵呵呵 好爽喔 死亡了 風波死亡了 今天剛到的 呵呵呵 熱騰騰的 呵呵呵這腾氣了 呵呵呵 好爽喔 超喜歡的啦 怎麼辦 天啊 這隻也太棒了吧 現在這個 兩隻手都拿著錶頭的感覺 太爽了吧 這隻因為他是魂傷 所以他量本來不多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嗯 暫時可能會追高 不過看各自的喜好啦 因為大雄是都會 喜歡的角色都會提前訂 所以 大雄是大概買了2000多塊 2000出頭多 那如果現在追的話 是有聽人家講說 會有到三到四千塊的狀態 大雄也不知道 因為大雄沒有查 今天就是 很很開心的 把這隻收到 完完全不想查任何東西 就是 一心一意只想著 快點回來拍開箱 超爽的 OMG 這隻超帥 而且 因為大雄都沒有什麼在看開箱 所以根本不知道說 這一隻的 影片的狀態是怎樣 不過 有看到有些人就是拍照 然後上傳上傳 我真的覺得他細節好棒 實際收到以後 真的更棒 他那個細節度 也太棒了 把他刻線啊 花魂啊 各方面真的超完美的 可動度因為 這個金甲的關係 所以降了一些 可是 真的好帥喔 擺在櫃子裡面 也太棒了吧 OMG 沒有錯 這隻超推 推爆 還不快來買 快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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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久沒有看到一隻魔神可以這麼讓我興奮 他真的好帥喔 怎麼可以這麼帥 太棒了 好啦 大雄已經不能夠再繼續興奮 要不然真的是 已經喉嚨快炸裂 真的好帥 這隻真的很推 如果大家有喜歡他的造型 然後在劇中的表現 嗯 劇中表現很短 比較不怎麼樣 可是 這隻造型真的是 嗯 完美 想追快點去追 買下來就對了 今天大雄開箱呢 瘋魔使王就到這邊 然後等一下呢 其他的手啊 錶頭啊 什麼的 會再用那個旋轉台 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就可以用旋轉台來看一下 他的細節部分 就是欣賞一下大雄擺的 嗯 大家都順愁自食 對 如果喜歡大雄影片請記得幫大雄 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旋轉台囉 我們下次見 我趕快點去追殺 再一次 下一個旋轉 再一次 再次追殺 再次追殺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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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